大家好 歡迎收看意想世界 我是張凱英 紀錄片是反映我們現實生活的一面鏡子 看見歷史的變遷和普世的真理 很榮幸今天我們就要知道CNEX國際華人紀錄片 影展的策展人賴甄霖為我們分享 甄霖妳好 歡迎來到意想世界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CNEX紀錄片影展的主題是愛去愛來 所以愛會消失 但是重要的是愛要怎麼重生 可以幫我們講一下這個影展的策展精神 是 主持人說得很好 愛會消失但也會重生 其實這是CNEX就主題紀錄片影展以來 我覺得最廣博的一次題目 那為什麼它其實就跟人生的真諦有關 人生很無常 越有殷勤圓缺 那人有悲歡離合 那悲跟離就是愛的消失 歡跟合就是愛的重生 那我們知道愛它會離開我們 但是我們也必須要有信心 它還會再回來 只是它回來的面貌或許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那我們就想要探究到底這樣子的一些事件到底是什麼 那也精選了國內外非常精彩的42部影片 來探討這方面的議題 所以從愛的這個角度出發 就是愛可以小致個人 你的配偶 你的家庭 可以大致 社會 國家 或者是一個傳統的記憶 曾麗可不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這次的策展的主題 有哪些 主持人講的沒錯 就是愛是無所不包的 那我們先從最狹隘的愛 就是愛情囉 那我們這一次規劃了一個題目 叫做荷爾蒙作祟 然後大家每次聽到這個題目 都覺得 欸 蠻好笑的 那的確戀愛 讓你這個戀婚頭 就是荷爾蒙作祟嘛 那在這個題目裡面 我們就放了各種跟愛情有關的事情 但是 欸 是有一點點的不同 例如說有人會去愛情旅館 到底是在做什麼 那第二個單元叫做親親老語家 他其實講的是親密關係 甚至裡面有一點老人的議題 那我們知道 愛裡面很珍貴的一個部分 也是跟親人跟朋友之間的愛 他是支撐我們很重要的一個力量 那第三個部分叫做社會夢想家 也就是我們一層一層的把愛往外推 那也就是比較大的愛 對國家的愛 對社會的愛 那在這裡面會分成兩個單元 呃 光是社會夢想家就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整個社會的氛圍 我們想要去討論就是非暴力抗爭 那抗爭者他其實是懷著一種大愛的心情 去做這個社會的運動 但是非暴力抗爭一定是懷有愛的情緒 那裡面另外一個部分可能就跟社區的 跟陌生人的愛是有關係的 那接下來就是溫古乙之心 那在這個單元裡面是在討論 就是古老的記憶的傳承 好像有點跳開來了 對 那討論的是說一些物質的文明 還有一些消失的手藝 那其實他裡面是有人的情感在在其中 那他好像即將要失去了我們常常懷舊的精神 覺得說希望能夠保留他 但是保留他必須要賦予他新的意義 他才能夠真正的活下來 那接下來其實又回到 我們一層一層往外推 但是又要最後把他拉回來 叫做本我歷險記 大家覺得這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講的就是幸福跟愛 他經常是由個人自我定義的 我們來定義什麼是愛 什麼是幸福 還有很最重要的就是 每個人自我的追求跟自我的價值 到底是什麼 在這裡面會有一些探討 那最後一個單元比較有趣 叫做動畫紀錄片 他其實是在探討紀錄片的形式 大部分人都覺得說紀錄片一定就是要 非常非常的寫實 但是動畫紀錄片有點打破我們的想像 繪畫的他好像是一種從現在線的方式 怎麼樣去成為一種紀錄片很重要的 說故事的媒介 在這裡面我們也選了兩三部片 那這些片 這三部片剛好也跟愛 跟記憶跟重建 跟自我認同的探討也都有關係 所以這樣看起來真的是愛無所不包 包含了人生從一開始到結束的各個不同的旅程 那甄霖是剛說了 這是我們這次的影展有四十二部的影片嗎 你個人有沒有覺得特別 對哪些影片特別有感覺的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像我剛剛提到 就是愛情旅館 我們有一部片 他英文片名叫 Love Hotel 中文片名我們叫做歡迎光臨寂寞賓館 那他講的是日本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就是到處都是Love Hotel 然後我們常常覺得 Love Hotel 都是在去做什麼呢 都會有一些遐想 可是這個導演他去拍 在日本會去Love Hotel的幾對人士 他們到底進去在做什麼 其實是超出我們想像的 例如說裡面會有一對夫妻 感情非常的好 他每個禮拜定期都會去愛情旅館 去做什麼呢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探討 然後甚至還有一個七十幾歲的老先生 他也是固定的常客 可是他是一個人check in 他去幹什麼呢 好 那當然也有 我們一般不能免俗知道的 這個外遇小三 或者是在愛情旅館尋求 愛愛的一些客人 他們到底在裡面心情是什麼 那我覺得這部影片他很有日本作家村上龍的文筆的風格 去描寫都市人裡面寂寞的心靈 那在這個單元裡面 我也很喜歡另一部片叫做愛慕 那個慕是慕年的慕 他講述了一段很傳奇的愛情經歷 那有一對夫妻他們有點藝術家的風格 一對就是英國人 他們結婚之後就開始環遊世界 然後到處去了非洲新幾內亞 然後去了亞洲日本 就是全世界在四十年前 大概一九五零六年代 他們就環遊世界 而且快樂得不得了 那所到之處也拍了很多紀錄片跟照片 他就有點像我們小時候看的三毛的故事 流量了 可惜的故事 可是沒想到這個旅行結束之後 這個男生 這個先生就跟他太太說 我發現我是習慣一個人 我要離開你 那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 這好像夢幻一樣 一般的愛情好像結束了 那沒想到過了四十年後 他們都垂垂勞矣 這個男主角他做了一個決定 他想要開著當初他們旅行的那台車 重新橫越整個美國 去看他的前妻 但他的前妻當然也垂垂勞矣 而且已經有了另外一個先生 那他們相遇之後該怎麼辦呢 我覺得這個故事真的是非常的美麗 浪漫 然後也是去探討了愛情的很多面相 相愛的人 最愛的人有時候不是你最後相守到最後的這個人 對 好 那接下來講到一些比較大愛的面相 就推薦有一部片 韓國片 叫做喬大叔來了 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很可愛 很溫馨的影片 這個喬大叔 他就是他的工作就是開著一個小貨卡 送貨 送食物到這個偏遠山區 但是他比較特別的是他要經過的是大概幾百位人家 然後這些人家幾乎都是這個獨居老人 那他跟這些獨居老人的互動是非常的 好像他們的小孩一樣 他對這些老人家的這個健康情況 希望生活起居比他們的小孩還熟 因為小孩子不跟他們住在一起 那我們覺得這部片就是很體現了 你怎麼樣去愛一個陌生人 怎麼樣去發揮彼此之間是沒有血緣關係的這種愛 好 那接下來也想要推薦一部影片 叫做如夢幻陰沉睡的記憶 他其實講的是針對阿茲海默症的一種新的治療方式 音樂治療 因為其實大家都覺得阿茲海默症是不可逆的 我們的記憶好像流沙一樣 流了他是絕對回不來了 可是在美國有個研究發現 其實音樂可以帶給我們不同一樣神奇的魔力 給這些老人就是患者 聽他們年輕時候最流行的歌曲 他們會跟著跳起舞來 因為他們的臉上表情 我相信可能身邊你有這些 這些病患朋友 病患家屬的朋友 可以理解心是蠻痛的 會看到這些病患 他們臉上經常是呆滯的 你會不知道他人還在不在那個屈殼裡面 可是經由這個音樂 你會覺得哇 他整個被喚醒了 好像彷彿回到他少年或少女時期 那是一個很動人的景象 我們會覺得紀錄片工作者是苦哈哈的 就自己一個人 好像必須要一份正職 然後其他時間自己提的攝影機 也沒有其他的工作人員 去拍攝去蹲點 那當然這是一個很偉大的精神 但是越來越多 如果我們要講更宏大 不只是社區看得到 你還可以賣到國外 讓國外的觀眾 甚至國外的影展都可以選你的片 我們可以賣到國外的 兩次給大家看 我們來看 感谢观看